未變過,這件事好 但馬龍上升勢頭很明顯 2007年第四,2008年第三,2009年第二,2010年第一 即是一年升一級 步步為營,這樣扎上來 兩位球手在這方面 從過去兩年當中的數字的統計 可以看到曲線是不同的 一個很平穩,一個是不斷向上升 來到相關第二局的較量 現場應該是轉播方暫時收起了個比分統計的字幕 因為剛才是搞錯了兩個球員 現場都在調整 現在王麗琴是1比2落後 對,現在出發的比分統計的字幕就對了 1比2,王麗琴 局分是1比0領先 3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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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發球那一段時間 基本上互相都不會有很直接的失誤 所以發球搶攻也不一定會打得出, 都是在第三版以後才見分曉 3比3 都是相似階段, 看誰的基本功更加紮實, 看誰的變化, 使對方能夠 被動一點 側身進攻的是馬龍, 被人點到正右方, 跑到氣都咬起來也是馬龍, 所以最後失分 這個進攻和防守的關係, 有時候真的不是想進攻就可以得分 防守那個又不見得完全被動, 一定要在落點、速度、力量、 旋轉這些上面, 綜合地來考察 5比4, 馬龍換了一個法球, 反手法 然後對著反手之後, 他又不側身了 前面幾分都是側身的, 改變一下戰術 正式是打陣地戰, 大家去左方對抗 好 王力勤的短球挑打 因為他的身材比較高大, 手比較長 所以這些技術掌握得稍微好一點 5比6 自己拿著發球, 可以拿2分 6比6平 馬龍又是用反手側身, 中間那邊發, 發完正手搶 這分球呢 對王力勤來講, 可能是有這麼多突然性 因為平時他都是側身接發球 突然改了這球之後, 他到底接到哪裏 他自己心裡是沒什麼抵 這分球是失了, 第二分怎麼接 接回對方反手 都是失 兩分的發球搶攻 馬龍都是得分的 所以有時候發球一定要變化 要令對方有些出其不義的感覺 這樣的效果就更好 現在王力勤還堅持原來的發球 側身, 發短球 發對方右方 發左方 鬥反手 意圖比較清楚 發左方 對方反手過來之後 鬥著反手 有時候變中間 對 最翻分 自己拿著發球拳, 都能夠得分, 這是最舒服的 兩條斜 然後打到中間 落點很清晰 馬龍吃過翻尋尾了 又是 站在中間, 反手發 又側旋 打到中間 逼著王力勤用正手去挑打 但是順旋轉接發球 這個球太空狠 容易側旋 結果就是在側旋出一屆 9-8 嘗試是用反手去接 這個球都是 一個好的處理方法 第二個可以了 第一個接失 第二個把板形壓回前傾 這樣向前用力就好壓著球面 9-9 好看 現在這些球 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意圖去打球 剛才王力勤發球可以拿兩分 哎呀, 旁邊的側身 居然拉出界 這個位置不是那麼漂亮 被對方逼著真的有些尷尬來的意思 但是不管怎樣都是拉到的 很可惜是出界的 9-10 6-10 蛤?拆邊就捱了他 10-10 這個球就是零 Porco 用 superfic stud 故會轉向高處彈出 đây 所以馬龍還能夠捱一個 10-10 馬龍繼續用反手發球 又發到對方的中間靠右了 側身搶 很清晰的線路 整個打法很清晰 可惜拉不下台 這分球狼的頭 邊線的出界 11比10,王麗勤先領先 又是他擦鞭 大家只是打平 王麗勤擦了鞭 現在到馬龍擦鞭 11平 很合理 所以有時候被人擦鞭就不要那麼頹喪 你自己也有運氣 插網 王麗勤 指出來插網 到底是不是要裁判裁決 11平 他擦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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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哪個運氣更好一些 你擦我一個我擦你兩個 而且還在擦鞭過程裏面 真是不好意思 馬龍就休息一大氣 現在贏了一分也不是這麼輕易的事 機會求拉失 他擦鞭